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防止这个寒蝉效应的发生 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为什么会对这个法 其实很多人很有兴趣 因为说实在大家对于现在网络的言论的市场是不满意的 觉得错修假消息很多错误很多仇恨言论很多 那么这个歧视言论很多 这些都是真的 可是我们要很警惕的一点是说 你不能因为我不喜欢某些言论 我就希望政府来管 而且政府用简单的方法直接来管 那常常会造成更严重的状况 那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变成歌功颂德的一片 我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我们可以去搬禅 我们可以看